各位太長新內容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工潮持續 罷工工人及聲援的市民 下週遊行到長江中心及政府總部 要求同知方對話 大會說有4000人參加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呼籲各方理性對話 縮集分歧達至解決方案 罷工的碼頭工人及聲援工人的市民 先在維園集合 工會呼籲工人繼續團結 堅持罷工到底 迫使罷工公司談判 不少工人都帶了家人來 我會支持爸爸 各位叔叔都要加油 加油 加油 大工 撐到底 遊行隊伍由維園出發 有市民認為 碼頭外判工人的人工 不合理得可怕 所以來遊行聲援 摸削得太嚴重了 想想一下 我知道一個新入行的 做地盤省工 都有600元日的時候 他們做24小時 直踩都得1300元 還要大小異變在上面解決 這件事本身 幾時聽都好 都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 有碼頭工人就感謝市民支持 全港市民對我們的支持 有食物、有水、還有送飯給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 累都很累 但沒有辦法 為了大家的福利 我們一定要爭取 對五遊行到中環長江中心 抗議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未有同勞方談判 又向長江中心訂道具 劉工會亦都希望政府藉著這次機會 立法落實集體談判權 將來若果再有工潮 亦都可以規定到資方 一定要跟對代表性的工會坐底談 遊行人士之後再去到金鐘政府總部集會 工人輪流上台發言 勞工處說正是繼續全力滑船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忠 呼籲各方管住胡良、胡陽的精神 透過理性對話、縮擇雙方的分歧 達至一個各方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無線電視記者陳亮君報導